好,接下来的这一段呢,是针对,一样是核心肌群 那我们的训练的方式呢,是利用单脚平衡 因为当你核心肌群不OK的时候呢 你在单脚站的时候会容易站不稳 那那个一切都是来自核心的肌肉,它需要去锻炼它 那我们的动作很简单,这两个动作 脚先并了,我们先保持呼吸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把肋骨记得收进来 往上延伸的时候慢慢地拉高 然后吐气下,然后右脚直接抬起来做tripose 记得不要去把重心放下去,坐下去了 这里都要保持收上去往上提升,肋骨收 然后拉高,再下来的时候 这有点点挑战哦,试试看 身体做一个侧挡延伸拉长 你可以用眼睛去找一个定点 像是看斜前或者是正前方斜前方 拉长就去保持平衡下来 然后接着往后 像一个飞鸟状,然后屈膝收回来 可以身体下卷上来,再次换脚拉高 安全第一,不用很高没有关系 就是单脚平衡训练 然后记得重心不要歪掉 保持在中间,然后吐气下来 挺住 挺住